怀香恩典录 母亲的话 作者怀香 这是我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她草旧的绘画 正是一点的她早已送人留作纪念 自从晚年一直悉心照顾她的老伴奏事后 为了排解忧伤和寂寞 母亲除了勤用毛笔抄写经文 每周还到所住公寓对面的犹太老人中心 参加他们开设的国画班 老师开宗名义就说 不论书画 外练其字 内练其器 如果每天坚持练画 会使体内气血通畅 百脉疏通 自然精神健忘 有意长寿 母亲作画上瘾 每逢我们餐续再等候上菜时 她会从皮包拿出笔 在餐纸上画学到的梅竹花鸟 让围观的孙辈猜她画的是什么 来打发时间 不禁身自庆幸 她老人家能够走出丧肤之痛 作画自愈 当初为了学画 母亲托老师代购宣纸 画笔和墨水等用品 这些材料整整站去她的公寓里好几个大抽屉 然而当年读中学时 我就厌烦用毛笔写周记和作文 写得漫不说 墨纸汁的气味也难闻 所以无意保留 只好请有同好的亲友来母亲公寓 自行取走 记得我读小一时 喜欢在客厅墙上的小黑板 用粉笔 临摹 主日学发的卡片上的洋娃娃 双亲看 我画的有模有样 徐徐如生 每逢客人来访 就像献宝一样 叫我当众画个洋娃娃 小三时 我代表班上参加美术比赛 没想到我画的西瓜 逼真到苍蝇都盯上来了 监考老师嘖嘖称奇 当众夸赞了一番 我想这个模仿能力 必定来自母亲 随着年龄渐长 功课忙碌 除了美术课 我不再作画自愚 早失去当年的模仿功力 现在偶尔跟孙辈互动 信手拈来 画虎不成 反泪犬 都说老来该有老去 为了不让孩子将来伤脑筋 处理我为学画而买的绘画材料 我想还是用iPad 笔羹 最合乎我老来要过的减法 生活准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书归 四五书中写 永自身上一 零星秘密封 一共知知归 誓言尊造星 熬得三春归 四五书中写 四五书中写 五书中写 四十一 零星秘密封 一共知知归 谁言尊操心 报得再重回